国国现在对于民进党来说 是不是变成一个表现 或者是要提取政治红利的一个地方 要全程的这样子盯着韩国瑜 开双框 一个是在拍韩国瑜 一个拍成见人 好像过去也没有这个样子 那人家就在讲说 这个是不是要看看韩国瑜 有没有打瞌睡 所以我们就是要给韩国瑜一些建议 因为过去 韩国瑜在当市长的时候 也有被讲到说 稍微低头看一下资料 马上就被苏贞昌的粉砖PO文说 这打瞌睡啊 在打瞌睡 他其实很清楚 他是在低头在看这些文件 但是他们就马上 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截取下来 就说你是在打瞌睡 开始在抹黑 所以我们只能给他这个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是 你在眼皮上画个眼睛 这样子永远不会打瞌睡了 因为人家是带着恶意来 你要防堵 再来还有这个我们制作单位讲说 是不是悬梁刺骨 只要稍微眼睛往下一看 马上要赶快就是提醒自己 眼睛要赶快再看到前方去 不然都会被刻意做文章 所以我们看PTT网友在那边讲说 这个民进党已经带起 这个立院的文艺复兴 什么要叫做文艺复兴呢 就是现在又开始要动手动脚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种 全武行动手动脚的大场面了 那昨天韩国瑜才是休息10分钟 民进党团也是刻意做文章 大喊 这个王美惠在那边讲说 韩院长落跑了 韩院长落跑了 奇怪了以前 难道立法院不休息的吗 休息10分钟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反正他们是跟同温层在讲话 就是刻意讲说 在什么的 标题出去标题杀人 那我们看巧欣在讲 这个其实说退一万步 这个最偷懒的人 会不会就是这一个 翻白眼这一位黄杰呢 我们来听巧欣怎么说 那她的本事在哪里 我个人是没看到 黄杰除了翻白眼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 过去在议会里面 高雄市议会 很多该出席的不出席 该发言的不发言 该上班的不上班 还好意思说别人偷懒 就是你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 你最懒 韩国瑜比你还早上班 他早上国事论坛的时候 应该就在了吧 所以他比你黄杰 还要早进到这个议场来 还早上班 你凭什么 因为他宣布休息 10分钟就说他在偷懒 所以黄杰也好 绿营的委员也好 大家都想要蹭一蹭 韩国瑜的声量 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些 媒体的报道 那还有一个人 也特别选在昨天 让立院开议的时候 大动作宣布他出新书 陈水扁 他讲说 还要提到韩国瑜的故事 人生故事很励志 眷村子弟当上立委 又做到高雄市长 因为选总统被罢免 现在又咸鱼翻身 变成国会议长 还说自己未来的广播节目 要找韩国瑜上来 这个节目上面 好好聊一下 另外还特别在 这个新书发表记者会 讲到说 当年担任立委的时候 韩国瑜打他 让他住院三天 但是他说 这只是小儿科 可是他自己书里面 是没有写到这些的 但是他记者会上面 也要蹭一蹭韩国瑜的话题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众党 是不是人家讲说 阿伯还在败选伤痛当中 因为大和解饭局 在明天晚上来登场 可是柯文哲 跟三党的党团 党团三长 为什么你要跟着一起去呢 他说是希望 介绍彼此互相认识 然后建立一个联络管道 但人家说 不就是原本 可能大家都已经认识了吗 还需要你柯文哲来介绍吗 那人家讲 可能跟柯文哲见面 倒要小心要提防 因为前几次跟柯文哲开会 不论是军阅事件 或是马半蓝白河的会议 或是立法院长之争 感觉上面最后的结果 好像都会有一些出入 那看陈佩琪 她说 她说这个 要一个创党的党主席 陪上整个民众党 换取副总统官位 和几个小官玩一玩 那一定是最后 整个党的主体性都去了 所以这个民众党的党员 柯粉跟小草 难道能够接受这事情吗 人家讲说 是不是在败选的创伤 政后群还没有走出来 现在民众党 当然也需要声量 你看这个黄国昌 在昨天的3点36分下午 就发了开会通知 讲说 一个小时后 我们来做这个协商 就最后来的人 只有小猫三只 加上他一只 就只有三个人 对比韩国瑜的协商 其实是满满的人 所以这个你看老柯 也看不下去 就讲说 这黄国昌乱演一通太离谱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别再演辣 适可而止 无事要也酸 地球不是绕着你黄国昌而转 我们很忙 没功夫没空陪公子胡搞 吴子佳跟解析 他说黄国昌想 只是好像留下这个网路画面 就是说这个食安会议 故意拍个画面 说我很重视 你们都没有来 感觉是一个套路 要闹事吗 联合报讲得更酸 他说 这个立院开会 难道要先看黄立吗 你说三点半 讲说四点半就要开会 大家通通都得来 协商未完就起身走人 难道依照民众党的 黄立加开院会 人民想看的是民众党揭蔽的力道 不是想看柯文哲帅 八家将恶搞国会 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郑老师怎么看 还是一个新的期待 我们做一个政治评论 对于这些民意代表 还是要有一个尺度 特别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做对事 做好事 做正确的事情 当然要做秀 因为你需要推广 你需要宣传 只会做事 不会做秀 实际上是缺缓 但是做烂事 做丑事 做恶事 也在做什么秀 甚至有些人 只把做事当做秀 唯一做的事就是做秀 这当然是不对的 民意代表在里面 现在当然变成说 做秀都应该的 这是不对的 我不认为这个东西 是可接受的 昨天开始那个 万事起头就要观察 徐晓星跟黄杰这个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刚刚董事先讲了一些 我路走得很长 他说民进党这些交易 越暴力越有票 不要忘记 早年在国民党一党独大 在戒严时期 暴力有那么容易吗 你看看 稍微反抗 林立雄家 家里都要付诸 人命都要 家里都要被学习 那么容易去搞暴力 在那个时候 是不得已在一个 完全不合理 被压制的结构之下 有理讲完也讲不清 最后才输出暴力 暴力那么好玩吗 现在变成 我为什么这么痛恨民进党 民进党从过去代表人民 或者人民被压制者 一个受害者 今天已经转换成怎么样 他不但不是受害者 更进步他还变成是个加害者 而且更可恶的是 他这个加害者 他躲在过去背后的那个光环 他在消费过去 那个受害者的形象 很多那绿的支持者 还在那边傻乎乎的 给他这个力量 那这有多糟糕 明明他已经是加害者 他装着他是受害者 在干坏事 我做一个长期搞弱势运动的 今天弱势者这个抗争的手码 跟正当性 刚好被这个民进党完全搞掉 所以董事成在那边绩效 那为什么国民党干脆 这个就是民进党可恶的地方 可是我是觉得不能混淆是非 当年有当年的时空环境 你今天民进党你拿到权力 你一党独大 你权力这么大的时候 你还搞什么抗争 你有什么暴力可以使用 你国家积极在你手上 你就是最大的暴力了 你还在你们这些人还在这样搞 所以像黄杰这个你已经去许 既然他已经宣称 他写了以色列防身術准备动武 那等于宣称说 大家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动武 所以你们其他看是要搏击术 还是要国术 还是要柔道一起上 所以刚刚徐晓鑫说他加倍奉还 前面也不是没有例子 陈水扁说自己被韩国瑜打得住院三天 我真希望那个烂作秀的 最好一脚把他的脚踹断 断成三结 然后在外面躺在外面不能进来 里面继续意识 所以我是说不是没有是非 不能够搞到糊里糊涂 不要再继续让这些乱作秀 纵容 然后把整个立法院再搞臭再搞乱 而视为理所当然 再讲一遍 新国会有新气象 从此就把这些烂货驱逐出去 对 我们希望这些作秀的 不要以这个暴力好像为一个勋章 真的是不鼓励暴力 那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说韩国瑜明天要召集朝野协商 陈建仁23号的时候有望要赴立法院来进行实案报告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那我们紧接着来问一下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真的大家都在蹭韩国瑜 那妈妈韩国瑜就有票 显前也一样 对不对 显前柯文哲讲 那时候韩国瑜从北龙走的时候 我是要延忍他去当顾问 好像 如果那时候他来的话 他现在就是我的副手 讲得好像都是要骗票了 我跟你讲 高嘉宜当过台北市延很久 你如果真的要重用韩国瑜 你有七个位置可以给他 三个副市长 一个秘书长 还有三个副秘书长 这七个位置都可以给他 你怎么给他顾问 你要骗谁 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话术都有 陈水扁说韩国瑜是个建村的人 可以当国会的龙头 这个真是励志 他在讲他自己 陈水扁是三级贫路 可以当到总统 还贪污了几十亿 太励志了 这个太励志了 这个也是趁韩国瑜 但是我其实最看不起的 就是最近很多民众党的讲法 盗狗为因你知道吗 他们整个党 他们要去设计别人 要去害别人的时候 要是被拆穿他都可以 自我马上修复 都是别人在害我 陈佩提现在学到这个 就学得很严重 他说一个创长主席 陪上整个党去换取 副总统的官位跟几个小官丸 这是你老公柯文哲 去找国民党 然后要马航九出来做见证 这是你主动的 你说我民调 对不对 赢韩国瑜 赢那个 赢侯友宜如果是 误差万维之内的3% 我还是承认 活友宜赢 这是你讲的 那你最后自己要毁约 现在还要讲说是别人在骗你 我觉得这一家人 这个党 所有人的脸皮可以 握到这种地步 难怪杨宝珍 他们都干不下去 老实讲 我有时候看到杨宝珍坐在我旁边 我觉得好可怜 只要讲到民众党的议题 他要去帮他强制 去帮他去辩护 我们做一个正常人 这种话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觉得他越走 你看郑春吉老师 以前我们都一起 他讲说你这个去辩护 怎么去替他讲 我们是一个正常人 知道这个党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 言而无信 你做错了应该很羞愧 一阵红一阵白的脸 结果他反而指责被人 都是你在骗我 然后讲得真正有词 然后一堆小草包去挺他 我觉得这个党 已经现在把脸皮 已经晃到了 随便让人家踩了 一个正常人可以这样吗 真的看不下去了 好 来温家瑜 我觉得老天爷对韩国瑜很好 一次又一次让他可以 重启人生 从过去大起大陆立法委员 然后重回北农 然后在高雄市长 再选总统 这一次又可以当立法院院长 我觉得韩国瑜在这一次 立法院的国会的表现 看起来他是有洗心革面 想要重新做人的感觉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他的好感度是不错 感觉上立法院长这个位置 也蛮适合他的 因为就是乔事情 然后这个协商 然后蓝绿这个通吃 这样子 那韩国瑜看起来 目前是如鱼得水 但是问题就是说 立法院未来大家所期待的 能不能在重大的民生 相关的法案上 能够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优先 朝野合作 这个也是大家会后续观察的重点 那对于民众党来讲 当然黄国昌 或者是未来民众党 可能在2026会有所布局 所以在立法院当然也期待 能够有一些声量上 或者是民众所想要看到的 不管是对于监督 或者是揭闭的表现等等 可是问题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本质上 就会有一些 在2026选举上的进合关系 所以现在在立法院上的合作 或者是未来对2026的规划等等 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间隙 或者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这个新国会 大家都当然磨刀祸祸祸 想要有一些新的表现 但是事实上是 互相竞争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之下 我觉得很难有失职